你想怎么样 你凭什么跟我喝 好好好 我们走 我们走 出去出去 出去 真死不死 大爷别生气 别生气了 您喝茶 喝茶 之前他还说了什么 他就说他想吃麻辣锅 让我给他订个大锅 江叔 您是江家的老人了 有没有听江老爷提过 湖南有什么亲戚吗 没有 确实没有 若是有的话 老爷定会交代的 既然人生地不熟 那他会上哪儿去呢 没有任何来由 不会平白无故地消失啊 怕不是他这脑子 突然开窍了 知道自己缺金少两 不够分量 这不得不来 来了又不想出丑 所以啊 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这真是一个好招 现丑不如藏着 藏就藏得彻底一点 好招 干嘛横眉竖眼地看着我 我说得也没有错啊 有本事 他就一直别出现 你把他怎么了 我把他怎么了 你在怀疑我 我当然怀疑你 你下午就鬼鬼祟祟地 进入他的房间 他砸烂了一只虎 你还咒他死 我是咒过他 我是来过他的房间 但是我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 我怎么碰他半根寒毛啊 事发至今 你仍然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那又怎么样 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情 你最可疑了 你凭什么怀疑我 你向来都容不下他 我永远都容不下他 如果我一个人能力够的话 我早就把他丢到河里去喂鱼了 所以你就花钱雇人动手 你本来就知道他要上哪儿 所以你就雇人动手了 你诬陷我 我打烂了什么 你放手 你 你把他怎么了 你不要放火 你放手 快放 别再闹他把他怎么了 你别再乱我 你为什么怀疑我 我为什么 当然要怀疑你 你别说话 你怎么了 别要怀疑我 你个吓人 你别让他什么呢 还真巧啊 晚上满春楼闹事那帮人 跟咱们住同一个客栈 岂有此理 老板 黄老板 你们都翻车呢 有什么话好说啊 是里面堂外的家伙 你们想怎么样 睡不睡 闹上瘾了是吧 又是你 是 我倒霉又是我 我出门没带皇礼 被鬼缠上了 小姐 到底去哪儿了吗 怎么 你们要找的人还没找着 找着了还不睡吗 我说你们这一屋子的人 除了会硬闯乱吵 你们没脑子 官府是干什么用的 报官了没 这瞎猫乱找有个屁用啊 这人要是真的被人贩子截去了 你们就赶紧把握时机去报官 也好在各山口码头 先把人拦下来啊 我们只当他是玩野了 有这么玩野的吗 也对 不如我们先去报官备个案 这万一 不准报官 按照行程 我们明天就得离开湖南 马上就得进京了 要报官的话 至少得在这里耗赏个三五天 我可耽误不起 是江家园一条人命重要 还是你那个什么狗屁行程重要 当然是我的时间重要了 好不容易进精选秀娘 要是耽误了 你们大带得起吗 你们是敌是友啊 关你什么事啊 不关我什么事 是 我活该倒霉 生意被你们搅和了 晚上还被你们吵得不能睡 你说得轻巧 你干嘛你 这笔账还要赖在我的头上吗 有什么事情 找张家园负责去 这不就干我的事了吗 我要去找他算账 总得找他 他叫什么来着 江家园 对 江家园 总得让他先活着吧 王大友 老板 你现在就去报官 马上就去 同行的有谁 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 是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干嘛你 真有本事 现在没一个人反对 没人敢去 我去报官 你 我叫方天宇 先得报给你知道 好歹你记恨有个主 没见过你这么刻薄自私的女人 有主 还有你们 没见过你们这么窝囊的男人 你不是挺横的吗 连个女人都控制不住 怕什么 他再吵你就打他呀 我跟你们讲啊 我现在去睡了 谁要是再敢饶我的清梦 那就试试看 还有你啊 好生的给我候着 江家园没有找到你哪儿都甭下去 这会儿官府已经知道了 好啊 你们敢够就万人一起来欺负我 安静 找打啊 什么东西啊 混蛋 放 放开我 嗯 救命啊 救命啊 病人 救命 你再吵 我就宰了你 老实点 我看 先灭口 省的 不能杀 不能杀 求财为上 万一后边惹出什么大麻烦 以后这活口日后更麻烦 倒如 对 不行不行不行 对 对 他说的对 杀了我师父同 你别过来啊 那你们一文钱都拿不到了 这细皮嫩肉的就这么杀了你有点可惜了 我有病 那好啊 你说说什么病 马峰 我说的是真的 三岁的时候染的 这十几年 我爹娘一直想替我找个人家把我给嫁了 说成了气就能把病过给对方 你闭嘴 我懒得搭理你 再多嘴我现在就杀了你 老实点 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说你什么病都不怕吗 我真倒霉 怎么会碰到这么一个灾心火头子 盼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盼到今天选新牛娘 这下全完了 为什么我要认识她 好了 快别哭了 来 用薰花茶来敷一敷 萧萧种 不然明天练秀的时候 你的眼睛该看不见了 秀什么秀 秀个鬼啊 不是都说了吗 明天一早西数人等到衙门去报到 去挟寻那个货头子 二小姐 我知道你心里面不舒服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从苏州到京城 本来是不用经过这里 来湖南 是你自己的主意 对啊 是你非要来湖南走这一趟呢 我来湖南不是来吃喝玩乐的 更不是来搞消失的 我来这儿是想看看湘秀 到时候可以做参考 要不是你 我们早就到了京城了 我们家小姐 也不至于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了 那不是要自找的吗 如果他跟我一样乖乖待在房里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你 他真是为了 好了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二小姐 你能听我说一句话吗 明天官府问完话 我保证你没事了 最多耽误你半天 你的行程按照你原来的安排 继续走 佩云江府都会陪着你 那你呢 你不陪着我吗 我要陪我们家小姐 我去吧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 二小姐绝对不能单独上路 可是光佩云一个人陪着 我心里也确实放心不下 所以我说 不 我在想 若是家园真的出了事 若是她真的回不来了 肯定有许多后事要料理 而且还要快马加鞭 连夜兼程地赶回苏州 去向姜老爷禀光 我担心姜叔你的身体吃不消 她真的会回不来吗 大友 精神点儿 方老板 您不困啊 一大清早呢 神仙才不困呢 哭哭啼啼 闹闹嚷嚷的搞了一整夜 吵得我一宿没法睡 那您不趁着天亮补个价 补个鬼啊 天亮了肯定也静不下来 我怕我火大了会去揍人呢 不揍人咱们也不必早早地往山里躲啊 方老板 大友 你看 看什么 你没看出点名堂来吗 什么名堂啊 现在大约什么时辰啊 我 某时快过了吧 好啊 很好 好极了 方老板 我昨天没睡好觉 脑子不好使 您这是 你脑子好使 就没天际了 那是 那是 注定啊 您是老板 亏你家三代啊 是重丧养残的 我说多少钱啊 这四尺蛋呢 这行不行啊 你怎么也真想个人 这场落空是个事 就得这么办 你别争了 我跟你说啊 你没有钱 你怎么行啊 几位大哥 你们仨商量好了没有啊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要杀要剐 随你们 但求上我一个痛快 别折磨我了 你想死啊 我们还不想便宜你呢 我们的意思嘛 就是 想搞点钱来 来 你干嘛 理所当然 这个掳人勒索 不就是为了钱啊 可 可是我要死了 你们上哪弄钱去啊 小姑娘 你死不死 那得由我们哥几个说了算 那对啊 对啊 你爹娘这么疼你 总不至于把你 他是不会付的 不付 为什么 反正 我也没活路了 我现在所言 句句属实 不信啊 你们就继续绑着我 哪位啊 去苏州打听打听 我在苏州啊 混名叫霍头子 从小到大惹是生非 那是出了名的 这一年里面 有十个月 我爹都要把我租出家门 赶到白云冠去租 我说到伤心事了 说到伤心事了 我爹 他巴不得 我死在外面呢 你们要是真杀了我 那岂不是了了他一桩心事 到时候你们就一文钱都拿不到 这江学文在苏州是出了名的小气 是 谁要是想在他手里抠一文钱 对啊 可抠了 那比当天还难呢 江不拔 这怎么办呢 这钱上哪弄去 是 我有个主意 大友 这天都透亮了 你可否觉得热 没有啊 这土 露水已经浸泡了一整个晚上 你可感觉它湿 倒也过 这片山的地势啊 作息朝东 一日当中 各成半日晒 土质肥厚 保水性佳 又不置乌 跟咱们那儿不同 还有啊 你再看 林中的树皆为大树 盘根错节 这表示植物在这儿吃得住根 方老板 您这次来湖南 不是来卖丝的 您是为了 这片地啊 招 咱广东灾的丧啊 总是十生经丧 都属于定植苗 湖南灾丧呢 少用定植苗 多用真木架接 两种栽法各有利弊 我若是有了这片土地 我会把石生和架接 两种栽法合在一起 取其利 取其弊 这样一来 种出的桑树 都是植根系 抗旱抗病 发芽草 成熟快 桑叶大 蚕食优啊 太好了 有的转 好极了 打借条 对啊 我亲手写个借据 打个借条给你们 上面写明啊 苏州人是江家园 在湖南聚赌不利 倾囊不富 欠下银两若干若干 这个很正常啊 我家里啊 光是我打下的借条啊 那都可以装满一柜子了 你爹 连你的小命都不珍惜了 还会替你还债吗 他是不想还 有几次他还不认呢 可是后来有人告了官 他还不是一样得还 我还没嫁 自债复还天经地义 到时候啊 你们就照葫芦画嫖 他不还 你们告得去啊 只怕我们一进官府 便自投罗网了吧 回头再告我们一个 捕人劫财 那就没啊 不可能 我名声不好 满大街啊 都是我的债主 大家只会相信是我欠了钱 不会相信我是被破写的字举 谁不知道 我是败家女啊 我看这官府的那些人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什么叫不见识不成案啊 难道非得死了人 他们才当案子办啊 如果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要我好处想 我宁愿见不到他的尸首 希望他 能够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也希望是这样 你 好了 佩芸 咱们赶紧各自回房间收拾东西 你们陪二小姐赶路 许恨 我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要咒死他的 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只是气话 如果 如果 如果说他真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 你知道难过了 我希望回到苏州以后 你别说中间转到湖南 是我的主意 行吗 就说是佳芸的主意 反正他死了 就让他来当替死鬼 这个责任太大了 我担不起 我怕到时候 你怕什么 反正佳芸平时爱出妖蛾子 就说是他的主意 没有人会怀疑 你去倒是帮我吧 王者一 他还没死呢 杭景珍 你最了解你自己 在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最重要 快点 行 快点 快点 很疼啊 这道口子那么深 死了就不疼了 快点 快点 好好好 这欠下赌债多少 多少 多少 三百两 三百两 才三百两吗 不得不得 快点 债主写谁的名字 写他的 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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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他的 你 我跟你说 各位 你们先想好 想好了再写 好好 来来来 用一下 谢谢 写你的 写你的名字还没练好呢 写你的 你什么 还没练好呢 写你的 我写我写 写清楚一点 不用你管 快快快 不然 我爹可不认的 这一片 快快快快 站住 站住 你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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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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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我是火头子 我还有过海一千年呢 我不会死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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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姑娘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 展开 君子不打人坠落 这里没人是君子 大佑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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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你干什么 我的 本人江家园 就是你呀 大佑 找个大夫来 好 那我去了 老板 原来这里有三个抛骰子的人去哪儿了 谁知道 那仨本来就是混混 又不是什么正当营赏 还来不来的 那他们是本地人吗 外地的吧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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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人 就 就走了 不走干吗 他 他 他没事 他壮得很 他是吓晕了 待会儿大夫来了 给他用两铁药就行了 这 不太好吧 你看 他又不是佛 难不成我要一路送他上西天不成 救了他一命 死不了就行了 我们离乡背井的少惹麻烦 一个小姑娘出门在外 搞得人仰马翻 待会儿醒过来 一定少不了官府的盘查 我干吗要蹚这滩浑水 我还有很多正经事要做 再说了 我那块地还不想曝光 官府盘查起来 一定没完没了 走人 这个小哥 你可算回来了 刚才和你在一起来的那个 特好吃的那个小姐 嘉元 她怎么了 会不会破相啊 伤在手上 不会破相的 我是绣娘啊 我这双手很重要的 大夫 他怎么了 阿赫 没大事 皮肉伤 敷点药就会好了 是不是 我真的伤到了筋骨 以后我就不能绣了 没问题 放心吧 你那双手从来也没好好救过 问得跟真的伤 你用筷子吃起东西来不是挺灵活的吗 许赫 你还是不是我朋友啊 我能回来都是我命大 我饿了一天一夜了 这手还受伤了 还差点被他们给欺负了呢 你说什么 你被欺负了 我是说差一点啊 幸好我肌里 否则啊 还不被行家退货 总会有人要的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快吃吧 吃饱了 我们还得去官府结案呢 这人吃饱了感觉啊 真好 再看见你的感觉 真好 对了 你真不知道当时谁救了你 我哪知道啊 我吓都吓晕了 不是吓晕的 是厄晕的 我可是智勇双全 亦高人胆大 这肚子饿晕倒了 我可没办法 奇怪了 这人救了你 还会给你请大夫 是他请的吧 不知道啊 我醒来的时候 这大夫 就站我床边了 那他干嘛不现身呢 最奇怪的 是他居然还知道 你住哪间客栈 哪间房 这也不奇怪啊 好多人都知道我住在哪 有的时候我上街买个东西 也是让人给我送到客栈去的 在店外 每天吃吃喝喝的 都是让人给我送到屋里去的 对了 我还找裁缝定了一件短袄呢 他有没有送过来 都怪你 就是平时太招摇了 一点都不顾忌 什么三脚九流的人 都知道你住哪 走吧 干嘛去啊 收拾东西啊 快走 我这 是吗 你想怎么样 还要等那三个人回来报复你啊 快走 这 他爹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这眼皮子老跳 我贴了张红纸在上面都止不住 这晚上老是做噩梦 睡又睡不好 心里直发慌 你说刚才吧 我去给祖宗上香 这好端端的灯又灭了 哎呀 媛媛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第一次出远门 又是长途跋涉 他爹 怎么了 合着我跟你说 你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啊 怎么我跟你讲的话 你都没往脑子里放呢 要我讲几回你才记得住啊 每年我在绣龙袍的时候啊 一定得耳静心轻 这样眼才明光才戏才叫得了差啊 谁都不准在这个时候来烦我啊 龙袍龙袍不就是件袍子吗 那每年绣了 也就是开年祭天的时候 花上才穿衣服 那你绣不绣得好 他又分不出来 有这么重要吗 谁 你讲的什么话 这龙袍得年年绣 这才表示黄作永绪 这马虎得了吗 再说 皇上啊 没有把龙袍就由一般的巧而绣 特别指定有我江学文亲绣 这是何等的输入 你居然说它不重要 其 哎呀 有什么事情比你亲生女儿还重要啊 为了绣着龙袍 你都不能陪她进京了 不是有江福佩云陪着吗 你看人家杭家闺女 不也是只有一个人陪着 就你家闺女交贵 我是担心她 吃不好睡不好的 你放心 她吃得饱睡得着的 是吧 我是说我 好了好了 别烦我呢行不行啊 去店itor 去 去 干嘛 又不是作则 不能光天花日走啊 老板 可是 非得不鬼祟祟 趁夜摸黑走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呀 谁知道你明天 想出什么新花样 走 方老板 没想到 这事就这样谈成了 初步谈成 麻烦事还在后头 地买了 还有好多事得加紧做的 难不倒您 这什么东西 小丫头的借据 你说这人与人之间 还真有缘分那一说法 我大老远地 从广州跑去湖南 救了他一命 您救了他 他也不知道是您救的呀 该知道的时候 自然就知道了 倘若是一辈子 都不知道的话 那表示我跟他的缘分 只有那么一点点 顺其自然 就擦身而过吧 你醒了 你累不累 夜没睡 我不累 等跟他们会合了我再睡 这有吃的 馒头 自己吃吧 豆沙包 我最喜欢吃豆沙包了 银丝卷 都是我爱吃的 你怎么知道 随便吃 想吃什么吃什么 都是甜的 如果现在能有 豆腐肉 可以加馒头汁 许恨 你太厉害了 我先吃甜的 再吃咸的 再吃甜的 再吃个梨 我帮你拿 你手还疼不疼 早忘了 你这人啊 有了事什么都忘 那你到底能记住什么呀 你对我好呀 你嘴吃甜了吧 你对我好呀 我真的会记住 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 你就为了我得罪我爹 后来又为了我 得罪了杭树和景峰 后来又为了我 留在了湖南 你是真的对我好啊 你不会爱上我了吧 我才没那么蠢呢 算你聪明 你要是爱上我的话 会怎么样 我会吃瓜你 一个男人要真正爱上谁 连那宝饭都供不起呢 得了得了啊 你啊 还是去找一个好养的 我看啊 配云不错 又温柔 吃的又少 来来来 下来 你去赶车 我要睡觉 我还没吃饱呢 你已经吃的够多了 我 阿赫 赶车去 好了好了 堂堂江家大小姐 去帮徐恨赶车了 大友 你先到前面等我 客官 这位客官 小哥 原来住这间房的姑娘呢 退房了 昨天半夜的时候退的 好了 姐大老板 来了 小姐没事的 她肯定会回来的 过来吃点东西吧 不吃不喝的 她也不会出现啊 我们家小姐 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 那你们在那儿 不吃不喝的 演给谁看啊 我们没人在演 只有你 我们家小姐 心定善良 洪福齐天 老天爷会保佑她的 你还是求老天爷 保佑保佑你自己吧 要不然 你求我也行啊 反正我身边 也没有天生丫鬟 要是你们小姐 真的回不来了 不如 让我们杭家收留你吧 我才不会去呢 佩云千福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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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你 你吓死我了你 真是的 你看 我没事没事 我和好的 她怎么不死 你看 怎么样 有没有想我啊 我好想你啊小姐 是吗 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们都快急死了 江福跟阿恨为了找你 差点跟妓院的人打起来 尤其是阿恨 她不吃不喝不睡的 还差点把杭景珍揍一顿 那可是他们家小姐啊 太奇怪了 你说这杭景珍她也够讨厌的 连一个不相干的房客 都看不下去了 差点要打她 她还诅咒你死呢 你说她对你的心 怎么就这么狠呢 你发誓 永远都站在我这边 我不娶你娶谁啊 来 接手 庞景珍 你住手 小姐 你笑什么呀 一个人不能要的太多 对不对 一个人不能也不应该 要尽所有的爱 讨所有人的喜欢 想尽世间 所有的福气 不应该的吧 杭景珍她又不喜欢你 她不喜欢我是应该的 我也不喜欢她 可是 有些人喜欢我 我却不能回报相同的喜欢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 只能全心全意地喜欢一个人 又被同一个人全心全意地喜欢着 就不会有遗憾了 至少不会有亏欠和辜负 对不对 小姐 你在说什么呀 我想回家 想回家 嗯 我想回家 回到我熟悉的地方 在我熟悉的人身边 安心地喜欢 和被喜欢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不安心 佩云 我们赶快回家好不好 好好好 你选不上 我们就回家 选上选不上都回家 回家以后啊 赶紧让杭家来提起 我要嫁给景峰 很快 我就会成为她的妻子 很快 我就会给她生儿育女 很快很快 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急什么呢 反正早晚 你都是杭景峰的妻子 一定要快 不能躲 好 所以我说啊 是不是等孩子回来之后呢 我们做大人的 就把孩子这个事情 给办了 不急不急 静婷啊 难不成你想退婚呢 这可是咱们兄弟俩 十八年前讲好的事啊 你说的什么魂话啊 我退婚 我是怕你舍不得你女儿 早嫁晚嫁 迟早都是你行家的人 再不舍得 也得舍啊 不就是早晚都是我家儿媳妇嘛 我是想让她再多两年 留在你身边 免得你啊 要去吧 要去吧 女大不中流啊 流来流去啊 流成仇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那只有南方上女方家来提亲的 哪有像你这样的 把把她自己先开口啊 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 可我们江家就这么一个闺女 养不起她呀 养她三辈子都富裕 景峰啊 江叔江婶 你们来家里喝茶啊 景峰啊 这往后啊可善待圆圆一辈子啊 您放心江叔 你江叔啊 想你去想疯了 唉 我就不懂你肚子里在打的什么算盘了 早也是你千叮咛万嘱咐的交代 不能得罪他们 说无论如何呀 要把他家那个货头子给取进门来 没说不取 是要取呀 那你刚才在干嘛呢 时机不对 时机 什么时机啊 我现在答应了这门亲事是高攀 江学文以为这会儿来提亲 就委屈了他自己吗 实情啊 不也就是高攀吗 风水是会转的 至于转成什么样 那你一个父道人家是不会知道的 他以为他江学文可以永远独霸一方 他来提亲 我杭静廷就得拉下个脸去凑姓 他江家园哪 除了我杭家没人敢要 我呀就把他放在那儿搁他两年 搁他两年哪 两年可以拜一家兴一家 时转事宜他拜我旺的时候 我还不见得会认这门亲事呢 他能怎么拜啊 他顶着那块玉刺的圣扁神针绣狼手呢 那又怎么样 他总有失手的时候吧 没有人可以得意一辈子的 你等着瞧吧 爹 娘 回来了 我刚才回来路上看到江叔江婶了 是啊 他今天到我们家来了 江婶明说了 我是他们家女婿 瞧你那个样子 喊你生女婿就把你乐成这样了 我本来就是他们家女婿啊 急什么呀 要当女婿啊 我行家不愁找不着儿媳妇 娘 爹这发的哪门子脾气啊 这亲事又不是我认的 那是你们 好了好了 总之是你的呀 早晚都是你的 跑也跑不掉的啊 慢着 娘 你们 不会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吧 什么想法呀 这早就说好了 媛媛到了十八就进门 也正是因为她早晚要嫁给我 爹那么蒙她 让她进宫去出丑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认了 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说什么蒙她要她出丑啊 难怪你爹要生气呢 你竟然说出这种亲疏不分的糊涂话 你的心里就只记着那个江家园呢 我是一定要娶她的 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就是要娶她 等她这趟回来 那你就等吧 等她这次灰头土脸的回来 等你妹妹呢 风风光光的回来 我们杭家呀 好歹也有了宫中的秀娘了 我管她谁灰头土脸 谁风风光光啊 我要娶的是江家园 不是金招牌 你说得好啊 你现在就等你妹妹 拿着那块金招牌回来 也许呢 你爹呀可以凭了心中那口气 两家人就可以好好地谈谈了 你们这是干嘛呀 不就是一场婚事吗 至于费那么大心思去较劲吗 这件事情只有你爹说了算 就这么定了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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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